何西阿书第八章 你要把号角放在你的嘴上 敌人如鹰一般来攻击耶和华的家 因为他们违背了我的约 干犯了我的律法 他们必向我哀求 我的神啊 我们以色列认识你 以色列弃绝了良善 所以仇敌必追赶他 他们立了君王 却不是出于我 他们立了首领 我却不知道 他们用自己的金银 为自己做了偶像 以致他们被剪除 撒玛利亚 我要除掉你的牛犊 我的怒气要向撒玛利亚人发作 他们要到几时才能无罪免罚呢 这牛犊是出于以色列 是匠人所做的 他并不是神 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粉碎 他们播种的是风 收成的是暴风 生出来的苗没有卖碎 不能做成面粉 即或做成面粉 也必被别国的人吞吃 以色列被吞吃 如今在万国中 好像没有人喜悦的器皿 他们上去投奔亚树 像一只独行的野驴 以法连会买爱人 他们虽然在列国中会买人 我现在却要召聚他们 他们因着君王和领袖所加的重担 逐渐衰微 以法连增添好些祭坛去犯罪 这些就成了他们犯罪的祭坛 我虽然为他们写了律法万条 他们却看作是为外族人写的 与他们毫无关系一般 他们喜爱献祭 献肉为祭 又拿来吃 耶和华却不喜悦他们 他必记得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他们必回到埃及去 以色列忘记了造他的主 建造了很多宫殿 犹大也增添了很多坚固城 我却要降火在他的重城中 吞灭他的堡垒